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所以刘春瑞如果这场比赛能够获胜的话 还有一线成绩 对 理论上可以这么理解 对 理论上 还要看下一场比赛的走势 郑军峰他是我们这一组选手当中 年龄最大的 已经28岁了 但是习武超过20年 习练的舞种也比较多 大家都称他是武术拳才 他练过传统武术 练过泰拳 综合格斗 他也打过我们的武林龙中队 在武林龙中队的战绩是两胜一负 力量上很有优势 对 并且距离的能力也很强 对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个 升级的这个维度 对 但是越是这种 技术上比较全面的运动员呢 加上他的这个特点呈现的比赛就越冷静 就场面不够那么的火爆 不够的激励 对 对 对 蓝方 两人在拳法上面 对 这对筛 蓝方选手刘春瑞呢 是泰国海归 就是一直在泰国训练 他是这个有着很扎实的泰拳功底 对 在泰国训练 在泰国比赛 而且也取得过非常好的成绩在泰国 对 拿到过2019年 马克思姆一泰66公斤 挤得尖腰带 对 但是来到武林峰的那台上 好像这个战绩稍微差一些 对 前两场比赛并不如人意 对 他对于规则 可能整个比赛的节奏都不适应 是 今天可能又是一个非常难啃的硬骨头 对 郑金峰现在能够看出他力量上有优势 尤其在拳法上面 这个拳法的爆发力 在上一轮比赛当中 郑军峰是战胜了极多一步 但是在比赛当中呢 也脚面受了一点点伤 不知道这个今天会不会受到一些影响 而作为他来说 这一季场比赛 无论输赢都能够晋级 所以多少心态上会放松 放松一些 对 但是其实也不能放松 不要给对方太多的机会 因为对方是抱着来拼你的这种心态来的 好 以后会结束 我们可以看看郑军峰确实是力量上有一定的优势 尤其是身体的维度 所以会感觉到他的每一拳的那个分量足以能够KO掉你 是啊 所以作为刘春瑞还是要小心一些 对 虽然目前这个积分比较低 但是也不能说明没有一点点机会 所以还是要这个 她叫曾圣 对 分手一搏 喂 好 双方进入到了第二回合的比赛 大摆拳 我觉得郑军峰还是这个想跟对方去拼拳的 因为力量呢有就是 是 这个是怎么回事 哦 这个一条腿踩在了这个围城的外面 嗯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刘春瑞打拳打到对方的这个臂上啊 防守的这个臂上 对 没有什么反应 打不穿对方 这就是力量的一种优势 力量有优势的话 他的抗击打能力就会比对方稍微强一些 是 嗯 好 要打拳了 转身 到 哎 我觉得这个思路还是对的 对刘春瑞 打不动对方的时候 其实就可以做一些非常规的动作 转身那些动作 转身后踩 是对的 哦 哦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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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要故意倒地 OK 好 裁判在提示他不要故意倒地 是 他这个是 做了个转身后边拳的时候 背对对方的非常危险 哦 所以他顺势倒地了 自己顺势倒地 也是也是一种防守 被动的防守 肌腹 哎呦 反应了 这个时候 好 还有十秒 噢呦 这个后来 哎呦 站住 站住 这个郑君光的 好 还有十秒 每一拳都非常的重 是 哎呦 快點合拳 出了 出了 就是能夠清晰地感覺到劉聰瑞打不動對方 對 就像你剛剛講的 其實他思路是對的 就是我要怎麼打 我要運用什麼樣的招數是對的 我用一些冷招 或者能有一些奇笑 我覺得這個是對的 思路是對的 其實第三回合可以多做一做這樣的動作 作為政群分來講 可能是穩扎穩打 因為我已經順利的晉級到下一輪了 這一場比賽 穩扎穩打能夠拿下就可以 對 好 第三回合 兩人上來做了一個擁抱 然後相互的這個 友好一下 然後接著開始進入比賽 這個也是一個被動的防守 對 今天籃方劉聰瑞還不錯 雖然也知道自己沒有出現的可能性了 我覺得就要抱著一種力拼對方的主態 對 但是拼的還是不錯 是 我也好的 雖然我們看到雖然這個劉聰瑞的進攻的火力比較猛 但是好像這個效果稍微差一些 但你真的打不穿 打不穿對方 看了這個拳法打到對方的防守上 滑倒了 對方是這種 好的 找到了一次機會 終於 對方這種小組的投名 所以這場比賽對劉聰瑞來說 我覺得 也可以證明一下自己 對 如果有機會把對方 幹倒的話 我覺得充分能夠證明他的實力 雖然說前兩場比賽 就失利了 對 對 對 哎 飛機 哎呦 告訴我 對方的這個前次拳 對方的每個動作確實是很重啊 對 對 而藍方劉聰瑞 無論是他的拳 腿 膝 對於鄭軍方來講 沒用 對 就非常輕鬆的就化解掉了 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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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就看這場 不要再拳腳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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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要轉出去 是 看這場比賽就更感受得到了紅方正軍風的那份沈穩 是 是 這就是一種經驗加上這種身體的優勢 對 我們說身體優勢身體優勢其實這就是身體優勢 就是我打你很輕鬆就能給你打穿 那你打我的話很容易就會就被我化解掉 對 好 還有10秒 50秒 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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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一個虛晃的後製拳 還是稍微有一些些差距我覺得兩個人實力上 實力上有差距 但是劉春瑞今天也不錯 最起碼那個拼勁還是有的 拼勁還是久的 對 確實是從基本上來看一個是小組透明一個是小組 名抽中的出席 這個 和 這些 為 一個 對 winner 我們 đã vision 我們 一号裁判 三十比二十七 二号裁判 三十比二十七 三号裁判 三十比二十七 比赛结果 放上 问哪 有请记忆员